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到下午3点多的时候 反弹会和罗斯玛的代表律师证实 他已经被逮捕了 明天早上将会被控上法庭 那么除了罗斯玛之外 前首相纳吉今天也被警方传照 协助调查1MDB的案件 这也是他第四次被传照了 不过他今天直接从停车场进出 让在场的记者扑空 虽然纳吉的官非缠身 但是巫统最高理事洛曼 以及十多名的支持者 还是到KPJ大厦生源 以表示支持 他之后就表示 纳吉目前已经被控了32项的罪行 预料最终的罪名 可能会达到100项 他也补充 巫统主席阿莫扎西 将会在本周再度被反弹会传照 我们来看看波德森补选的相关消息 波德森竞选活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跟公正党后任主席安华有夙愿的 摩扎默塞夫在今早败票的时候 就遇到了安华的支持者 不但拒绝领取塞夫的传单 在波德森农业市集败票的时候 他更被巫医的民众大骂了一顿 这个民众就指责塞夫 为什么要出来竞选 为什么要和安华竞争 虽然让这个场面一度的陷入了尴尬 但是最后还是被塞夫婉转的化解了 另外一方面 同样身为波德森补选候选人的安华 今天就指出了 一些政治人物在大选之后 就无断的强调只照顾自己的族群 他认为这种思维并不恰当 因为身为多元种族社会的领袖 就必须要照顾全民 看完了国内的新闻 现在我们来关注国外的新闻 印尼苏拉维西岛 目前就发生了地震的海啸 死者的人数持续上升 目前已经超过了1300元 奈何祸不单行 这边地震海啸灾害还没有结束 那边就发生了火山爆发的事件 今早苏拉维西岛的苏普坦火山爆发 喷发出的火山灰柱高达了4000公尺 当地目前处于三级警戒的状态 因此联合国呼吁各界继续伸出援手 因为灾区缺水缺粮 20万人急需外界的援助 而最让人忧心的是 部分的灾区到现在还是难以进入 死亡的人数恐怕会继续攀升 早前中国女性范冰冰爆出阴阳合约逃税风波后 身影了长达123天 今天她终于在微博现身发了一封道歉信 四度向各界道歉 也提起这段时间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痛苦 并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 她也表示她将尽力地补缴这个税款 以及缴纳罚款 另外中国官方公开的范冰冰逃税调查报告中指出 她需要在限期前缴纳约8.8亿人民币 也就是大约5.3亿令吉才能免出牢狱之灾 当官方的消息溢出 许多中国的网民就感到愤愤不平 痛批她逃税这么多 为什么不用坐牢 认为有钱人犯罪的成本实在是太低了 今天的新闻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